如何在一天内透过一些技巧赚取一万现金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PiliMonkey的金融频道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重要的交易策略 图表是一天的对账单 很明显可以用神器来赚取期望的报酬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实单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找到确定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要交易 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好整个市场 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坏 假设我们现在看好大盘指数 如果指数现在的点数是一万 我们认为它会升到一万一千 但是当我们在一万点的价格买入时 一定有人以一万的价格卖出 如果没有人愿意卖 市场普遍认为这个指数会大涨 买方就会追价 价格也会上升 反之如果没有人愿意买 价格就会下跌 市场基本上是处于均衡状态的 这个均衡状态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对未来其实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这就是交易的真谛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要做到这点 我们必须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 风险和参与度 对于风险 我们不能一次性全数投入 这样风险太高 即使我们对整个市场有极大的信心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每当我们买进市场 市场上都会有对立的卖方 如果他们是对的 市场就会下跌 所以我们对未来一定要保持质疑的态度 这是风险考量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参与度 如果大盘指数从一万升到三万 如果我们只是旁观者 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感觉 但如果我们有参与在里面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市场上涨到一万三千 我们会有很大的感觉 同样 当市场跌到八千 我们也会非常感到痛苦 所以 我们需要以最小的风险去测试市场 并且参与其中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市场的起伏波动 并随之起舞 然后我们会谈到加减码的概念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试单 所以当我们加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之前赚到的利润来承担风险 这样 即使我们增加了仓位 但我们承受的风险仍然很小 如果我们赚钱的话 我们会有更多的资金 但如果我们亏损的话 至少 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基础来保护自己 所以 当我们谈到市单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去测试它 让自己对于市场的走向 有很大的感觉 然后 我们再根据情况来做加减码的动作 最后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一定不能熬夜 因为无论你是看多还是看空 一旦你能从市场中获得资产 无论是指数还是其他资产 与你成交的对手 肯定有另一种思维 所以 寻找确定性就像是小赌注 我们希望你不要用生命去赌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 好了最后 如果这视频能够吸引超过3000位观众 点击观看 我将会在之后的一集专题报告中 这将是一个具价值的信息 大家将了解到如何结合这两个技术指标 从而提高交易技巧 感谢大家收看PVManky的金融频道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点击订阅和按赞 并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们 若有任何疑问或想深入了解金融交易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尽快回复 同时 也可以观看PVManky频道的其他专题 找到更多投资技巧与新的分享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期待在下一个影片中与大家相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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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